大家好,我是靖 几年前,远家到了美国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我们这里几乎没有太多中国人 我来了几年吧,一共没有见过几位中国人 大概我们这边也有两三家中国餐馆 但是他们做的饭菜都是美式的中餐 就跟我们大家都所熟悉的那个潘打那种味道差不多 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多少中国人去吃 也都是喜欢中国美食的老外去吃 像我先生和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他也说我喜欢吃中餐,尤其我喜欢潘打 我一听我就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真正的中国人 不会把潘打当成真正的中国美食 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可能是 是在没办法的时候才会去选择去吃那个潘打的饭菜 因为它是完全是跟我们中国的美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呢今天呢就经过了大约一段时间的思考 我决定开始做视频 那我做视频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呢我就是通过想通过这个YouTube的这个方式 也给自己的未来吧 可以说是做一份日记 自己想什么时候去看自己在过去的这几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一天都在干什么 然后呢给自己做一个记录吧 之前呢我是用微信 因为微信呢大部分呢我是用那个文字和图片的方式 那我觉得YouTube呢它是用视频的方式来分享 我想呢也好变得简单一点 你不要就是你想说的时候 你想说什么的时候 你拿起手机 你就可以把你的当时的所有的心情分享出来就可以了 就不用去再去打字 因为打字呢也挺费眼睛的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啊 尽量少用点眼睛 然后多看看绿色的东西 都看看我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风景特别好 我坐在这里呢 现在我的对面啊 现在是斜对面 因为正好这个地方呢是今天特别热 这几天都特别热 是比较阴凉 所以呢正好冲着这个角度 三脚下那边呢就是我的鸡窝 我大约有十几只鸡吧 那个去年养了几只 今年又养了一些 所以呢我家先生帮我做了两个鸡窝 因为这个每天它毕竟 它的这个大小便都还是有一些味道的 我们就比较把它放在远离我们住的地方 这样的话闻不到味道大概相距有一百多米吧 所以说能看到 但是基本上闻不到味道的 是这样子 然后呢第二个目的呢 我是希望呢就是把我现有的这种生活方式 和我做事业的这种方式 分享给大家寻找呢和我志同道合的有缘人 因为可以说是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还有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 可以说是我十几年前就 梦寐以求的一个养老的地方吧 可以这样讲 因为大约在十几年前呢 我曾经去过山东的一个 大约是青岛还是烟台 我不太记得的一个地方 当时呢那个朋友呢就带我们去了 他亲戚的一个房子 他说我带你去山里走一圈 结果呢就开车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到了一个山里 他当时说这半个山都是他家这位亲戚的 他们在这个半山上就是建了一所 那个房子有一个院子啊 说整个这片山都是他们的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真好 我以后老了我就想要住这样的地方 所以呢我跟我先生呢 是在西雅图认识的 所以当我们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也知道我的兴趣爱好就是 比较喜欢山多的地方 水多的地方有树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哎呀那我的老家你 我出生的地方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呢我还是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 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搬回去 你愿你愿意去吗 当时我就心想那我可以去看看 如果要是我喜欢 当时呢我觉得我应该是听他的描述啊 我想我应该是喜欢的 所以呢在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带我回来了 带我回来了 当时回来的挺晚就没有看到啊 第二天早上哎呀我走到院子里一看 哇这个地方不就是我在十几年前 看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景象差不多啊 虽然这边的山就没有啊 当时山东那边那个山高 那边的山比较高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没 对面的山比较高 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 不是太高啊是一个就是山坡上 然后后面呢有很多的那个树 这就是整个呢这一大片地就是我们的院子啊 所以呢哎呀我觉得那这太好了 这就是我的理想之地啊 我当时我就说哎呀我特别喜欢 他说那我们就能搬回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因为我呢是来美国几年 我都没有出去工作 我最喜欢啊这大概就是在几年前 我就已经开始了最喜欢就是一部手机走天下 我就是说不管我住到哪里 没关系只要环境好 然后那个安静没有那么多人 那我的手机有WiFi有信号 有没有WiFi也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家这里就没有WiFi 因为我们这个半山上它就没有线 大约在山坡下面一百多米那边才能有信号 就是我那个我老公的那个唐姐家就离我家一百多米 就大约我机窝的左面那边啊 他家就是可以接WiFi的 我们家就不可以 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要需要用电脑 我们还要去到他家 所以呢基本上我呢就是用两部手机 我先生也是用一部手机 我们的手机就是无线上网的可以那个看所有的东西啊 虽然有的时候就是慢一些也只有一格信号 但是还行基本上我用手机能完成的事情 我全部用手机可以操作 基本上对这方面就没有太大的那个障碍 除了稍微慢一点以外 那我们不可能要求十全十美哈 你又想住在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然后又想什么都齐全那是不太可能的哈 因为我呢过去在广州生活了 生活工作了大约二十多年吧 所以呢已经非常厌恶了那种大都市的那种 拥挤的生活啊到处都是人 所以非常喜欢一个清静的每天就看着这么美好的环境 每天看着山啊 当然我们这个附近大约十分钟的地方 也有一个湖也是特别的安静 人特别少 夏天的时候我和我先生经常去 那我们距离我们这边开车两个多小时呢 就深山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湖 我们去过好多湖 每个湖都很漂亮 比如说有名的火山湖啊 就是钻石湖 这都是这个美国比较有名的几大湖 也是我们这个州的这个几大湖吧 然后那水都是特别的这个干净 非常舒服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住上开着房车 住上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尽情的享受那种完全是没有网络的那种生活啊 也是特别的开心和舒服 这些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生活方式 再有呢就是今年呢 我先生呢就重新给我做了两个高菜床 那那个因为这个高菜床呢 我种菜的时候呢就相对非常的方便 不用低着头弯着腰干活了 所以也让我对种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今年呢我也种了大大小小 哎呀十几种蔬菜吧 然后那个每天就种种菜 然后在手机上带带团队 然后坐在院子里看着风景 就把事业也做了 生活也安排的挺好 每天还享受着免费的这个太阳 免费的这个清新的大洋巴的大洋巴式的空气 那我也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当然呢也有一些喜欢城市的人 可能不会喜欢我这样的生活 但是呢我相信呢 很多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的人 也一定会向往这种 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生活 如果你是跟我有一样想法 那希望就是我们有缘可以 就是说一起开拓开拓一份事业 一起呢共同学习种菜 共同学习怎么经营这个 一个手机一部手机可以走天下的事业 那接下来呢我还会不断的发更多的视频上来 就是每天把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那个情况 把我想要分享的事情 就是分享给大家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有缘的你关注我的视频 然后呢为我点赞 谢谢大家 期待有缘的你 我们就是千里有缘来相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